王金平才现身 云领老县长张荣卫分秒不差 立刻上前迎接 还不时交头接耳 就在工党中常会讨论将王金平 列为部分区第一名的同时 王金平仍已经现身公开场合 帮忙扶雪 院长牌仿佛早就呼之欲出 不知北部动起来 甚至有南部立委 抢在中常会结果之前 直接摆出超大看板 放在王金平老家高雄路主 金平路上吸金拼选票 就盼王金平看板 加上金平路效果加成 中常会上更是热闹 党内唯一共事 要把王金平拱上立院龙头 首要任务得修改党规 俗称王金平条款 续任部分区 39位中常委 29位联署通过 只要获得本党提名部分区立委 且担任院长者 连任建树不受限制 既然我们要做国会改革 我们也期待我们未来的国会议长 也就是立法院院长要中立化 那立法院院长的中立化 也是我们希望本党推动的一个目标 不会因为个人而影响 而是希望从长期的制度来建立 大家只能说尽力努力 争取更多的喜事就是 朱王结盟让国民党本土派士气大震 台中眼前标 彰化郑汝芬 云林张荣卫都归队 张荣卫更是希望 把王金平列在部分区排名前面一点 蓝军本土派大团结 立守国会喜次过半防线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